LAYO 了世紀 天天的目光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11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 HERON 選擇了朝鮮人 朝鮮人的特色是他的挖石頭速度非常快 而且弓兵鎧甲會自動升級 所以他很適合走弓兵路線 甚至這個馬戰車 也可以直接吃到弓兵鎧甲的優勢 那朝鮮人除了他的弓兵之外 他的漏馬是可以升級大漏馬的 但是他並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防三攻 所以用起來還是只能稍微反擊 但是遇到對方大量僧侶招翔馬戰車的時候 還是要趕快升級新奇兵會比較重要一點 那後期他的步兵跟這些弓兵單位 都有這個木材節眉的效果 所以他打這個槍矛也算是一種小小優勢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MBL選擇的文明是施拉夫人 施拉夫人的特色是他的種田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文明 那他的步兵單位有這個王家四重 還可以讓自己的步兵單位 獲得無視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打起來是非常可怕 這跟後勤敗艇聖騎兵是非常相似的 那施拉夫人他的騎兵路線也是蠻不錯的 擁有大陸馬但是沒有優效 所以如果真的後期要把騎兵當主力 還是需要使用自己的寶兵單位 貴族鐵騎 那他的貴族鐵騎 還可以用到這個螺絲堡壘 多蓋一些城堡獲得這個產能的加成 所以整體看起來 MBL這個文明算是比較步兵偏騎兵的文明 馬公路線的話 可能稍微考慮城堡時代稍微打一下 後期可能還是要轉型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MBL的地圖 看起來是上下兩塊黃金 還不錯 這個黃金的位置還可以 但這個黃金就是這把的比賽的重點 那右邊這個黃金其實也不太好守主金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要來看一下MBL 要怎麼去守世界冠軍HERA 那HERA的主金的部分是比較舒服一點 偏後方 但是一樣跟MBL一樣 都是黃金的 旁邊都是沒有木頭 不太好圍死的地圖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 HERA可能需要投資劍塔 那MBL這邊也是 不然就是要趕快找個機會把地圖給圍死 但這張地圖看起來不太好圍死 那附近的方便 看起來是比MBL好上一些些 兩個黃金都是偏左右兩邊 而不是偏正前方這個位置 所以這張地圖看起來 對於HERA來說的優勢會比較大一點 大概優勢60% MBL是劣勢 40%左右的這個比例 好 那我們來看到兩邊都已經點下了 織布技術 要來升級到了封建時代 沒意外的話 MBL應該是會打漏碼開局 HERA則是會考慮攻兵開 會比較適合一點 畢竟朝鮮人的漏碼 沒有辦法升級品種 黃金斯坦要硬打下去也不太適合 但是如果可以打出漏碼的話 這個前期的節奏還是不錯的 如果真的打漏碼的話 也可能只是按個兩三隻 兩三隻的漏碼 然後加上自己原本一隻四隻漏碼 取牙子 然後趕快迅速轉型攻兵的路線 好這邊升級上去 應該是要走漏碼了 這裡漏有點多 可以看到這邊漏已經來到300多 會補個 直接走射箭場 看來還是沒有打算要直接走漏碼烈士開 直接走攻兵確實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好那MBL這邊呢 來看一下 這邊是選擇了漏碼開 好那沒有走漏碼轉攻 而是直接走攻兵開 那這邊應該就先按個毛兵 因為這邊還沒有開始挖黃金 黃金呢 往往不會那麼早挖 主要是因為自己要先穩住 自己不斷穿的漏碼 再去轉出 攻兵 挖礦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個前期呢 很容易會斷漏的 好我們來看到這邊MBL 是選擇了漏碼開 HERA這邊是把右邊稍微圍了一下 這邊大會應該會再把它圍起來一點 這個高地真的不太好守 好直接走了一個槍毛琴啊 反正我的木材很省 好這裡直接三隻漏碼砍 砍死了一隻槍兵 那應該是四隻漏碼才對 殘血的被收掉 哇HERA的漏碼倒了 我們可以看到HERA的視野裡 已經可以看到他的資源點 大概是這些 好馬上補下了一個射箭場 給到了壓力 然後這可能要兩個人來蓋 不然這射箭場會蓋很久 好這個毛兵還在騷擾 兩個人來蓋一下 好這個就是被騷擾時的細節 千萬不要一個人蓋 會蓋太久 因為一直被騷擾到 好三個人直接硬蓋好 毛兵趕快來 三隻漏碼 四隻漏碼 直接抓掉了HERA的兩村 哇HERA這波有點虧啊 怎麼直接被MBL的漏碼 給敲爆頭了呢 這一點有點虧 好槍兵這邊也成功騷擾到了 那看起來兩邊就是有來有往 毛兵出來之後 這邊的毛兵槍兵騷擾 就沒有辦法繼續延續了 剛剛HERA這邊有點大意了 槍兵按的不夠多 直接被MBL抓掉了 好MBL這邊漏碼 有這個種田優勢20片田了 15分鐘20片田 這有點扯 那應該不是20片田 但是21是什麼回事呢 吃果子4個人 這裡還在吃羊是不是 哈哈 怎麼還有羊可以吃呢 我想說這個數字不太合理啊 怎麼可能15分鐘20片田 這個數字有點離譜 有點離譜 大概16片田18片田 差不多20片田是真的過分了 好這邊肉麻直接硬吃 吃掉了一些單位 MBL現在是毛兵配肉麻的 防守進攻的打法 那HERA這邊的話 可能還要再多按一些毛兵 甚至要考慮一下 不要轉弓兵了 只靠毛兵跟槍兵 打起來是相當被動的 好毛兵直接一個反擊 槍兵戳到了 MBL這邊有點失誤 兩隻馬被戳死 小小尷尬 剩下三隻的話 就沒有辦法繼續延續肉麻的優勢了 結果這邊還被戳到一下 我看這三隻肉麻應該是做不了事了 我們來看一下HERA這邊的進攻 HERA這邊進攻 確實燒了到了MBL的黃金的位置 黃金位置被燒好之後 毛兵繼續往後走 槍兵往下 戳一下 戳掉了一些血量 但是問題不大 HERA這邊是點下了一級的步兵鎧 海甲 那MBL則是點下了品種 還有馬鎧技術 這邊稍微戳一下 戳掉了一隻村民 MBL大意了 覺得人家的槍矛 戳不死村民 這不是村民 又要再死一村 哇 虧了虧了虧了 好MBL這裡毛兵沒有在點槍兵嗎 要點要點要 槍兵先點 肉麻上去上高地直接砍了 好這一波槍兵打了很多的傷害 MBL這波弱麻血量掉了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還是得打 因為人家是有主動權硬上的 只要數量夠多是能主動開戰的 好這一波槍兵被換光 HERA毛兵要趕快一直往後拉 槍兵趕快過來支援 兩邊打的算是非常兇 MBL在封建實在已經點下了品種 甚至一級馬鎧 一攻沒有辦法點 好點下了 好這一波交換之後 MBL算是打出了自己的優勢 可以看到村民樹是38對42 但是其實兩邊村民是差不多的 只是HERA這邊是TC閒置 剛剛來到了一分鐘 所以看起來有點差距 不然這個輪軸散下去的話 其實並不是差距那麼多的 畢竟點輪軸是需要 讓自己的村民沒有辦法繼續製造的 好那這邊毛兵數量可能有點難打 一攻有了 這邊可以考慮回頭打下 但是沒有高低優勢 還是先忍一忍 繼續用毛兵去換槍兵的血量是最好的 但是這邊一直打槍兵 反而幫對方HERA的毛兵 有自己換掉自己毛兵的機會了 看起來這一波HERA是又獲得了一些優勢在了 好HERA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這裡決定直接上十強為死 哇HERA真的是現在打天梯喔 不管是打天梯或打比賽喔 都是習慣性的為死 只要一為死喔 他的控兵能力就可以專注在控兵的 而不用手下 這一點是他的最大的優勢喔 控兵控的狠狠 好那這也是他以前的一個小小問題 太專心猛攻了 然後家裡不常為死 現在一為死之後呢 他的專注程度喔 就會全部圍繞在控兵上 他本身就是一個手術型的玩家 在把這個家裡給圍死 不用控經濟的情況下 優勢喔自然就會一直有如同雪球般喔 一直滾起來 好這裡再圍個城牆 好先把家裡圍死 不要讓對方有機會進來 圍得很快 好HERA這邊槍矛來到了五六隻 但應該不會繼續打 待會肉會有點爆炸喔 所以這邊農田要取消 對阿要取消自動種田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用 喔有 這邊自動取消農田有按喔 所以這邊田就不會再繼續復更了 因為這邊HERA他這裡不管是轉 吃食物的戰毛兵啊 或者是騎士喔 都不太需要這麼多的肉喔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去補下挖石頭 轉出馬戰池喔 優勢會再更巨大一點 不然就是要考慮轉馬弓喔 但是馬弓又沒有品種 只能稍微走一下 那走強奴的部分的話 主動選又不是這麼的好 現在步工兵喔 在這個遊戲裡面的遊戲節奏 往往還是要搭配自己的工程器製造手 或僧侶或騎士去做搭配喔 單獨走工兵的優勢喔 是越來越小了喔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知道怎麼守這個 工兵壓制喔 所以Hera呢 這裡並沒有想要走 步工兵 而是 先開TC 然後上大石牆 然後嘗試挖石頭嗎 雖然石頭有在挖喔 OK 嘗試挖石頭 好 點下了二級射 一個不交流 或者槍矛在前面稍微繞一下 MBL喔 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應該還是要補下城鎮中心 這邊要打強攻的話 可能是有點難打進去喔 飛機已經上了大石牆 Hera這邊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好 MBL喔 這邊是全部投資的軍事 輕騎兵二級農田 戰毛兵二級射 哇 這個要確定耶 打這麼兇 但是人家上大石牆 這事件好事嗎 好 直接補了工程器製造所 往前開 MBL這邊的想法 或許是 自己已經落後時代了 再繼續跟你對農 我也不會農出自己的優勢來 直接打一波強的 打不贏 就算我輸 的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可以有的 畢竟真的對農 也真的是很難農癮 但是斯拉夫人 有比較多的經濟加持 其實這時候在開城堡中心 再對農 大概是落後石村左右的經濟吧 但是農田速度 又可以再補正這個農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對農情況下來說 也不會太劣勢 但是MBL還是選擇了強攻路線 所以這一點 就要來看一下 MBL能不能突破 Hera的狂線 去殺到村民 好 結果這裡一個招翔 直接突然反招了一個戰毛兵 戰毛兵瞬間被燒掉 拉了一隻清洗兵去處理這個叛徒 好 我們中處了叛徒 搞定了叛徒 這裡房子被打破一個 第二個也要快兵拿下 後面要按衝車嗎 好 選擇了投死車 好 現在練鎧甲也點下了 打破了破口 MBL這一波清洗兵想往前 但是僧侶收進去了 Hera現在家裡沒有辦法 足夠抵抗起來對方進攻 只能先靠個馬戰車擋一下了 現在槍兵的話也不太好升級 現在他太貪心了 3TC 好 又挖城堡 但是這個城堡能守度目區 所以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主要是這個礦區 有點被毛兵騷擾到了 所以可能要補一個箭塔在左邊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僧侶著想一下 這個MBL受不了 你招我戰矛 那我的清洗兵就要往前了 但是Hera這裡是直接圍了一個萬里長城 一直圍一直圍一直圍 哇靠 圍了一堆房子 把這個木區圍起來 僧侶就能守在這裡面了 好 這兩隻毛兵 居然沒有往前偷點僧侶 這算是MBL的一個小小失誤嗎 不確定 確定 好 但是投死車這邊還是要看一下 這邊投死車賺到了一村的優勢 而且毛兵好像也有刷個幾村 城山中心直接射倒了一匹肉馬 這裡的肉馬還在持續進攻 馬丹車過來解圍 這裡直接被管扁獸出不去 MBL這裡的肉馬可能要全部死在這裡了 而且還要被勝率給招降掉 很尷尬很尷尬 哇 這個MBL損失了至少有800肉了 800肉了 這一點MBL有點血虧 但是MBL在進攻途中也展出了城陣中心 而且肉馬抓掉了HERA的投死車 這一波 情況有變囉 情況有變囉 本來是HERA的完全勝利 現在這個頭車全部被換掉 那這個TC就不保了 這個城陣中心該怎麼守呢 投死車全毀 對方還有肉馬跟戰毛兵的優勢 甚至還有僧侶可以壓制住馬戰車 這一波對MBL來說是極大的優勢情況 但是川民術呢 是依舊劣勢的 軍事上依舊是落後 HERA是落後的 MBL是領先 但是現在這根城堡如果蓋起來的話 情況又有變了 紅象好亂 生侶想要過來招翔 結果直接被射倒了兩隻 完蛋了 只剩下一隻生侶 第二隻生侶趕快出來 新奇兵趕快過來抓蔗民 這一波蔗民可能會掉的有點多 但是城堡快要蓋好 已經來到了80% 後面的生侶想要招翔 但是後續又拉開了 是怕城堡蓋好嗎 我覺得不必要走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離開了 城堡最後還是蓋好 HERA的村民術也降到了 只剩下78村 但是換掉了一台火車還不錯 上面的投死車也被 村民給暴揍了回去 上面的城堡中心進攻 也沒有拿下 這個城堡成功了吸引住了NBL的請求 但是上面的TC也是守住了 所以這一波交換對於HERA來說是非常賺的 他看起來好像是虧了 事實上是虧了一些村民沒錯 但是以他的經濟來說 也沒到那麼虧 但是可以接受的一個程度 只要是上面的城堡中心有守住 那就差很多了 馬戰車現在繼續按 那現在NBL 三個生理應該是沒有辦法再繼續延續自己的攻勢了 這裡要趕快多開城市東西 回農了 嘗試回農一下 反正剛剛有打到村民 這邊應該就不會是 不會是這麼慘的情況才對 馬戰車出來之後 HERA要考慮轉肉馬 畢竟對方的生理防守有點麻煩 而且不轉肉馬的話 對方的戰毛兵 反擊 馬戰車也是有點難受的 但HERA這邊是什麼情況 三根城堡直接蓋起來 完全礦圖 MBL這邊是79吋 對上HERA的107吋 差距25吋以上 馬戰車直接硬扛著戰毛兵的傷害 請旗兵上去直接開砍馬戰車 馬戰車開始集結十隻馬戰車擋住 哇 馬戰車的血量又是依舊可怕 直接拉回到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這一波交換 MBL的單位血量掉的有點多了 而且馬戰車一直在拉打Poke 殘血的馬戰車來自己拉回去嗎 沒有辦法 左邊的兩台馬戰車 血量低的拉回去 往後拉 這個就是HERA的控兵細節 一直有把被打的馬戰車 去做一個手抄的動作 就是凡人跟高手們之間的差距 細節一直都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MBL也不是凡人就是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期待一下 MBL該怎麼打一下這個馬戰車 那可以看到這邊殘血的馬戰車一直都在後面 那還是擋住了這一波 但是右邊的城堡已經順利建立起來 HERA開始要從右邊慢慢入侵MBL的領地嗎 MBL這邊急需中間這一根城堡 看這裡可不可以差一根城堡手作 但是這裡並沒有拉村民過來蓋城堡 那或許是想要蓋在中線的位置嗎 還是要蓋在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的 好 那HERA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應該會進入一個防守反擊 等帝王的一個時間點 那HERA這個文明呢 是可以點草藥治療的 所以這邊馬戰車看要不要補個草藥治療去補血一下 也是不錯的選項 唉唷剛講我就點了 不然這個馬戰車要補 要讓這個一個森旅去補血 要補很久 結果MBL這邊森旅沒有空好 直接送掉了四隻 第五隻森旅也依序倒下 後面的馬戰車一直在輸出 這裡想要抖動一下 躲掉馬戰車的傷害 但是直接貼近就沒有用了 好嘗試遭翔還是全部倒光 MBL損失了所有自己的森旅 但是馬戰車也是換掉了蠻多台的 好 戰毛兵加上肉馬 還是給到了HERA一些壓力 被迫往後拉 現在要草藥治療了 殘血的 我們就進去城堡裡面 戳個麻將 戳個麻將 繼續補 OK 大量的馬戰車出來 哇 18 台馬戰車進去城堡裡面 高速補血了 那對於馬戰車這個單位來說 我覺得點草藥治療是非常賺的 反正我們電龍時代也沒事做 你過來的話也是送兵 進去裏面補個血 待會就是一條活龍了 滿血的馬戰車 非常的頭疼 但還好斯拉夫人 他是有三級的工兵鎧甲的 所以用戰毛兵反擊的話 只是手短了一點 還是可以反擊的回去馬戰車的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MBL 除了馬戰車之外 可能還要再配大陸馬 或是轉出貴族鐵騎 或是重裝騎士 作為搭配會更加適合 那不管怎麼說呢 斯拉夫人這邊還有工程器的優勢 或許這個搭配組合 再搭上大衝車的壓制力 可以讓HERA的馬戰車 去分散一些他的火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馬戰車數量血量 回到了3000滴血 非常的厚實 但是馬戰車沒有第一時間點掉聖旅 聖旅直接招強掉了一隻馬戰車 應該是兩台馬戰車嗎 才確定 看起來左邊有一些動作 雙寶給你壓力 但是這裡還沒有辦法按巨型投石機 知道電王時代了 可以按了 巨型投石機趕快按 但是這邊城堡被壓的話 也就難受了 HERA的巨型投石機已經來了 但是MBL並不是走衝車流 而是選擇了巨型投石機 究竟拆加流 但這兩根城堡能夠撐多久 也是一個問題 這邊又有在使用巡邏指令 這邊巡邏指令有點噁心 這個頭動得很快 目前MBL還是需要靠馬跟馬戰車 去進行一個阻力搭配 但是環境的話還是要考慮一下 要怎麼打 沙拉夫人的話工程性很便宜 或許可以使用頭車或者是衝車 給到一些壓力 大洛馬直接往前 想要嘗試手撕這邊的巨型投石機 大洛馬數量其實很多 但是三級馬卡已經補下了 所以現在馬戰車打這個大洛馬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打掉 兩台巨型投石機可以拿下沒有問題 這裡三台巨頭 開始反制了HERA的城堡 馬戰車聚在這個位置 是在下風處 而且城堡並沒有蓋好 變成一個大洛島 HERA拉了更多的處理過來直接硬蓋 但是現在MBL還是有高低優勢 但數量所剩不多 馬戰車原地射擊 還是射出了自己的優勢 現在朝鮮人也轉出了大洛馬 大洛馬直接想要嘗試手撕巨型投石機嗎 但是後方村民直接過來修理 選定一下還是不需要直接手撕 HERA拉這邊是直接專心在打你的村民 你敢修我就敢打你的村民 所以你先全部拿下 我之後再來處理你的巨型投石機 這個想法非常好 HERA拉這邊是選擇了 喔這一波是要直接手撕了嗎 撕了回來嗎 但是這次村民下降的有點多 應該是修不回來了 只剩下一隻真的是沒辦法喔 右邊的城堡血量剩下500多滴血 HERA這邊沒有石頭 城堡被攻城成功了 並沒有打算買石頭 那現在馬戰車的數量來到了26台 那朝鮮是有火炮的文明喔 還是我們長個火炮呢 現在轉火炮也不遲喔 化學已經點好了 點下了步兵鎧甲 選擇了槍兵的防守路線 槍兵配上防守貴女鐵席 MBL這邊則是騎兵路線 開始全部轉了 三毛兵有點放棄了 畢竟這個擊殺效率實在太差 那為什麼我們不轉生鋁喔 也是因為HERA已經早就轉出了大洛馬 在轉生鋁的話 黃金消耗可能會更兇猛 而且甚至做不到士騎的窘境喔 那如果真的要打生鋁的話 這邊就要補一堆修道院 反正這裡沒有補 這就是不會打了 我們還是要靠這個城堡 去防守自己的僧侶喔 被對方給抓掉喔 這裡馬戰車繼續點掉 三級攻這裡補下 後面的 肉麻這一下 這個村民血量掉的很快喔 馬戰車28台往前頂 直接輸出 喔 這個血量 扯得很快 扯得很快 完蛋了 這個 HERA應該是要拿下 這兩根城堡了 NBL肉麻 在後面 去打剛剛HERA派過去的肉麻 雖然肉麻騷擾道理的問題解決了 但是前線的城堡 可能要 全速失守了 HERA的槍兵也過來了 準備來防守大肉麻 這一波 NBL 只有 大肉麻應該是 打不下來 我看應該是 難受了 槍兵一直往前補 你沒有戰毛兵 還是沒有辦法的 那NBL這邊可能 戰毛兵的比例 需要再更多一點 才能很好反擊 對方的槍兵跟馬戰車 肉麻不要再繼續前線擋住了 可能去多線騷擾會更加適合 這些肉麻不要再派往前線了 戰毛兵全部集野前線 會更加適合 那如果只有戰毛兵的話 要擊殺這些單位 其實也不是那麼適合 還是要考慮轉一些奴炮呢 甚至投石車 我是覺得轉投石車會比較適合 但是NBL的黃金一直沒有挖起來 趕快把這個黃金空下來吧 這裏不是蓋城堡 沒有石頭可以蓋 先蓋一個城鎮中心 右邊的馬戰車跟大洛馬來了 ERA的馬戰車升級也升上去了 ERA這一波打得非常穩 你越是進攻你就越虧錢 NBL這一場比賽 有展現出這種感覺 越來越窮了 ERA這邊則是繼續猛攻這根城堡 雙堡被拿下槍兵 跟馬戰車跟大洛馬 三個兵種 那NBL並沒有打出自己的工程器的價格優勢 現在有點難受囉 化學雖然補下 CATTY剩下戰毛病的傷害 但現在傷害只是重點嗎 但我覺得這一波城堡掉了 NBL就難打囉 因為他已經損失了貴族鐵騎的製造權了 一棟城堡都沒有 巨型投石機眼睛絕腫了 接下來要試試看衝車了嗎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不是工程的情況 相信這面快要擋不住 大量槍兵直接上去戳 大量過馬直接倒地 後面戰毛病攻擊速度很慢 解決這些槍兵的速度非常的不理想 正面的槍兵直接戳爆 出了大洛馬 後面大洛馬直接異風惹炭 後方的戰毛病 開始往高地移動 但是高地移動 依舊是很難擋得住這一波的 這裡雖然收了15隻村民 但是還是有一些村民遺留在外面 NBL的村民數 又開始往往下降的情況 但這一波 HERA的槍兵變少 並沒有繼續魯馬往前 好這一波高地 能不能反擊回去 就看這一波了 但是HERA在中間進攻情況 後面還有肉馬跟馬彈車 去進行邪蟲騷擾 正面這一波應該是擋不太住了 NBL戰毛兵 開始被HERA的大肉馬 開始淘在臉上了 怎麼辦 NBL很不好打 這個情況 自己沒有槍兵 只能用肉馬去擋對方肉馬 NBL果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前期HERA這一波萬里長城蓋法 把自己家裡給守住之外 還用這根城堡去吸引了 NBL的投石車總攻了 這個我覺得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要是這根城堡沒有蓋起來 HERA可能就會難打了 而且我覺得除了吸眼球戰術之外 還拉村民去打投石車 這也是HERA剛剛的關鍵細節 後期的話 我覺得雪球就被HERA給滾起來 可能就沒什麼好談的了 那貴族鐵騎 我覺得也不是這場的重點 畢竟貴族鐵騎 是比較害怕遠程單位的 轉出貴族鐵騎 真的是有點沒有辦法足夠的影響力 甚至我覺得可能轉勝率 可能會更好一點 勝率怎麼防也是個問題 而且後面還有火炮的問題要解決 但火炮問題依然還是可以用勝率去搞定 但NBL後期沒有轉勝率 我覺得可能還是一點小小的問題 但我覺得勝率 不管有沒有轉出 也不是能打敗HERA的關鍵就是了 HERA這邊的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大量槍兵肉麻馬彈車 直接A死你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NBL拿下15上升率 但是其他資源都輸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不要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不過 期待最後 我們又ту人 哦 改個人這個影片